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维优黄色的星,我是老郭 新年新气象,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正式的开启我们的美国探索之旅 由于疫情的原因,真正的出发还需要推后 但是并不影响我们做准备 我们从今天开始就要仔细的了解一下美国的地形和地理结构 只有了解了这些地形和地理结构,你才能够很好的明白 在美国历史上有一些世界为什么是这样发生的 以及这些世界的走向为什么是这样的 老郭一直认为了解当地的历史和文化是作为旅游的一个主要目标 在几百年前,人们基本上处在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年代 一条大山就可以阻隔人们的交流 就可以极大的限制人们的生产力 一条大河就可以成为一个天然的屏障 下面我们就先看一下美国在大陆本土的地图 然后我们解释一下美国整个的本土的这个地形的结构 这个不包括阿拉斯加和夏威夷等海外的一些地区 我们现在就开始看图 根据美国地理学会把美国大陆本土的地区分为了七个典型的地质特征块 我们一个一个的来介绍 首先一个块我们就来介绍叫做阿波拉契亚山脉 阿波拉契亚山脉,也就是阿波拉契亚山脉 是北美洲东部的一座山系 它是美国现在地质学家认为是美国最古老的一个山脉 它南至美国的阿拉巴马州 北边一直通到加拿大那边 山脉的大概宽度呢 只是130到180公里之间 那么南部的宽度稍微大一些 但是它的长度有大概2600多公里长 这个山脉的平均海拔是大概在1000米左右 所以现在在整个的这个山脉上面 有很多的国家公园 包括最著名的在南边的 Smokey Mountain就是大烟山或者大雾山 现在也是最著名的这种旅游圣地 下面的我们要重点介绍的一个呢 就是在东部沿太平洋的平原 这个大平原是包括在美国东岸的沿太平洋的这个部分 当然还要包含在下面沿墨西哥湾的这一个部分 在这个地区可以说是美国文化传统的核心的区域 美国最早借国的13个殖民地 基本上就在这个区域之内 那么这个区域呢 是基本上是从纽约湾一直向南走到佛罗里达下面 然后再拐到墨西哥湾里面去 一直到德克萨斯州 它从海岸线往里 基本上是走50到100公里的这么一个狭长的一个地带 这个地带汇集了美国的主要的精英城市 包括美国的金融中心 贸易中心 制造中心等 著名的城市 包括包括纽约 费城 华盛顿 全二十顿 以及南边的 麦阿密 奥兰多 还有拐过墨西哥湾里面的西奥尔良等等 在100多年前 这一个区域是美国经济的火车头 其实这个地区最大的特点就是有很多的湿地 还有包括湿地的森林 湿地的草原 下面我们介绍第三个地质特征的地区 叫做北美内陆平原 它的英文名字叫Interior Lowland 就是一个低的地区 其实它主要是指的密西西比河的这个流域的一带 在这一个辽阔的草地上 美国大概有十几个州都包含在这个部分里面 包括有名的俄亥俄州 印第安那州 伊利诺伊州 肯塔基州 田纳西州等等的 如果你在这一带来旅游 你就基本上是主在这个地形里面 那么这个地方呢 基本上有无数的河流 和溪流 来组成的 这一个低路地区 肥沃的土壤 长期以来一直是农作物 生长的好地方 有大批的农业农田 和农场 自现在 这一带也是美国最主要的 种植玉米和大豆的地区 尽管现在气候的变化 正在延长这一带农民的生长季节 但是在这个低洼地区 仍然有洪水热浪和干旱等灾难性的事故发生 在整个的这一地区的工业也非常的发达 尤其是上个世纪的制造业 以底特律为首的汽车的工业 整个引领了美国上个世纪的制造业的发展 紧挨着北美内陆平原的另外一个地区 叫做Great Plain 就是大平原 那么整个的这个大平原呢 是也叫做北美大草原 它是整个的在北美洲的中部的一块广袤的平原地区 虽然是平原地区 但是但是比前面我们介绍低路平原呢 要稍微海拔高那么一点点 它基本上是密西西比河以西 到洛基山脉以东的这个地区 它的东西长呢800公里 南北长呢有3200公里左右 总面积将近有130万平方公里 最主有名的这些州呢 比如说科罗拉多州 坎萨斯州 蒙大拿州 新墨西哥州等等的就属在这个区域里面 大平原的整个的外貌总体平整 而且缓慢的是向东倾斜 就是西边稍微高一些 东边稍微低一些 整个的这个大平原地区在以前 也就是在印第安人的时代 是盛产水牛还有野牛 但是自从英国人来了以后 大量的捕杀这个地区的水牛 在这个地区基本上没有水牛了 据统计在欧洲人到来以前 这一地区大概有3000多万只水牛 那么现在几乎捕杀的一干二净 下面一个我们要介绍的地区呢 就是洛基山脉地区 洛基山脉地区整个位于美国的西部 西北部 整个洛基山脉呢 整体而言 它是从北到南的一条大的一个山脉 一直从加拿大延续到美国西南部的新墨西哥州 全长呢有4800公里 有些地方的山系呢有数百公里宽 有些地方呢相对的窄一些 那么最有名的一些公园呢 是在加拿大那里面 当然在美国的洛基山脉地区呢 也非常的漂亮 这个地区的动植物非常的有名 包括灰熊黑熊中熊 还有那个炎阳等等的 另外这一整个的地区 它的植物呢 主要是以松树和白羊等森林 在高海拔地区长的森林为主了 在美国有一些非常有名的公园 比如说洛基山国家公园 黄石国家公园 大提栋国家公园 还有这种冰川国家公园等等 都坐落在这一个地区 如果你到这些地方 这些公园去旅游的话 你就是进入了这个地区 整个的这个洛基山地区的人口的密度呢 并不高 每平方公里的大概四个人左右 只有几个比较小 中小的城市的人口稍微高一点 下面一个我们要介绍的地质区域 叫做大棚地和山林 就是The Great Basin and Range 因为在这一地区 最主要是坐落在美国的西部的内华达山脉的东部这一带 这一带常见的地理特征 包括许多的内陆的彭地 里面有短暂的湖泊 高原和山脉交替的山脊 该地区大多数地区呢 比较干旱 而且人烟稀少 有大量的沙漠地区 干旱是这个地方的特征 占据了美国西部和西南部的大部分地区 这一地区也有一些很典型的特点 比如说著名的死亡谷公园就坐落在这一地区 死亡谷里面的饿水棚地 叫Badwater 是北美海拔最低的地区 竟然这个最低点 它到了海平面以下的86米 也就比海平面低了很多 那么也很有意思 紧挨着它不远的 又有整个北美美国大陆里面 最高的山峰叫惠特尼山 它的海拔又到了4221米 最后一个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地质地区 叫做太平洋沿岸山脉 这个整个就是美国西部 沿着太平洋沿岸的一个狭长的一个地带 这个地带可以说从洛基山脉过来以后 整个的这个地带都属于这一个地形 它可以说从阿拉斯加一直延续到墨西哥的北部 太平洋沿岸山脉的名称 最主要是由几非常多的小的山脉组成 在美国比如说最有名的有奥林匹克山脉 卡斯卡特山脉 俄勒冈山脉等等的来组成的 整个的这个山脉特征差异非常大 人们经常看到海岸线陡峭的落入大海 景色非常的优美 山脉与大海交织成一个复杂的峡湾迷宫 还拥有数以千地的岛屿 这一地质区域之所以叫海岸山脉 是因为它不像东部的大西洋沿岸 基本上是平原 这里除了海岸就是大山 在这一地质区域中 有一些非常著名的山脉 比如说卡斯卡特山脉 是由火火山组成的 它其中包括有尼雷尔山 还有圣海龙火山 尤其是圣海龙火山 在不久以前的1980年 还曾经喷发过 这一地质区域中 有美国西海岸最密集的城市群 拥有众多的人口 从北向南 包括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地区 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地区 还有加利福尼亚的旧金山 洛杉矶 以及最南边的圣地亚哥 这一地区也是美国高科技的中心 在这一地区除了大山以外 仅挨着大山的还有非常多的山谷地 也就是湾里 这些谷地的土地非常的肥沃 是经济作物优良的种植地 尤其是各类水果和农作物 所以这一带也就是著名的酿酒地带 有关美国本土的七大地质地理区块 我们就介绍这么多 我希望大家对美国的地质地理已经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谢谢大家 下次节目再见 请大家订阅一下